华民爱国的 奉着金家兴 这池塘这个队连 以前就是用毛笔写的 后来我们池塘回收了 就把这个队连用这个木槿 用红笔写掉开出来 坐落于香港元朗平山乡的山下村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爱国村 村口宗祠前提写的队连仿佛在昭示着 这个小村落曾经的争容历史 在村长张慕林看来 作为抗战时期元朗区参加游击队人数最多的村落 老一辈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早已在一代代村民心中拨下了爱国的种子 山下村为什么这么爱国呢 可能就是有当时游击队的活动 这里关注了很多村民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爱国 这个可能就种上爱国的种籍在这里 从1943年到日军投降的两年多时间里 山下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1月 元朗中队与民兵配合在山下村展开铲除日本密探的行动 行动期间不慎被密探逃脱 上百名宪兵随即到山下村扫荡 游击队闻讯后迅速撤到山中躲避 过程中游击队员陈瑞不幸被敌人击中受伤 幸得山下村村民帮忙及时将他藏匿起来 日军得知消息后对山下村展开扫荡并威胁村民 如不将陈瑞交出就放火烧村 但村民仍坚决不供出陈瑞下落 日军查无所获后 便将包括张金福在内的七名下山村村民捉拿 押到宪兵部进行严刑拷问 村里的乡亲把他掩护起来 让他脱险了 然后就把他辗转的送到了沙鱼村 日本人找不到陈瑞 就把村民就七八位抓起来了 张金福他年纪比较小 他当时大概是二十岁 可能不到二十岁这个年龄 日本人就以为他年纪比较细 就以为他会讲出来 就对他私心酷刑 就折磨他大概有十来天左右 最后他就去世了 98年我们特区政府确定 这个港球大队抗战烈士 他是这个一百一十五位烈士之一 村口的张氏宗祠 见证了这段烽火岁月 始建于1815年的张氏宗祠 本是张氏族人议事和祭祖的场所 抗战时期 他成为山下村重要的抗日据点之一 张氏族人重视子孙教育 山下村曾建有多所书士 无论男女均可入读 书士中不仅教授文化 更传扬爱国情怀 战后 中共元朗区委书记梁华 曾在山下村居住 他在当地组织教师联谊会 开办文化书店 还召开过庆祝政协会议举行的千人大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每年的10月1号 山下村都会举村摆盆菜宴 庆祝国庆 70多年从未间断 这座位于香港的村落和村中百姓 以最淳朴的方式来纪念 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留下的历史足迹 也将这一份真挚的家国情怀 绵延更续 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